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妻子 方小姐在嗎 我們老闆娘她出去了 妳先坐一下她馬上回來 謝謝 我先坐下 老闆娘 有客人找妳 誰啊 那妳 妳今天怎麼有空來找我 沒事就不能來找妳 來看看好朋友不行嗎 我們是好朋友是不是 當然 我們當然是好朋友 其實我還不敢只把妳當好朋友 除了好朋友以外 妳還是我的老闆娘 說這一些 妳跟俊仲之間的關係 那是妳們的事 可是我們是朋友 而且是永遠的好朋友對不對 妳怎麼了 是不是有心事 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什麼事都瞞不過妳 我真的有心事 有一個人喔 寫了一封匿名信給我 那邊寫了一些事情 匿名信 什麼匿名信 是誰寫的啊 知道是誰寫的還叫匿名信嘛 就是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誰寫的 不過 我大概可以猜得到是誰 是誰啊 徐正偉啊 為什麼是他 因為寫這封匿名信的人喔 他知道我好多事情喔 包括我最隱私的 我最傷痛的 我最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事情 反正 反正 除了徐正偉還會有誰嘛 宋玲 這種事情喔 最好不要隨便用猜的 當然不能啦 而且我也不願意隨便冤枉人 可是 不是他還會是誰呢 不會是他吧 夠了 太多了 如果不是他 難道會是你 我 為什麼會是我 Sony 這種話不可以亂講的 你 你那麼緊張幹什麼 我是說 那封匿名信裡面 寫了好多污衊我跟沈總的事 那會在乎這個事情的人 只有兩個 一個是徐正偉 一個是你 徐正偉 對我舊情未了 你對沈總又那麼一往情深 可是如果不是徐正偉 當然不是我 怎麼可能會是我呢 我康明妹 像是會做出這種事情的人嗎 匿名信 你猜好笑了 別說我對你的過去一無所知 你跟俊仲之間我也從來沒有懷疑過啊 還有啦 當初我還曾經想把你介紹到我老公公司去上班 更何況我又那麼喜歡楊楊 你知道對不對 這關楊楊什麼事 這件事 當然跟楊楊沒有關係 這件事 我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能夠懷疑我呢 我們是好朋友耶 你這樣懷疑我太過分了吧 原來 你今天約我出來喝咖啡 就是要證明你對我的懷疑 你不相信我 你是這麼大氣幹嘛呀 我若真懷疑你 我幹嘛還告訴你啊 你也反應太過度了吧 我找你出來是因為我真的很心煩 那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心煩的時候 總會找好朋友出來吐吐苦水啊 所以我不找你我找誰啊 反正不會是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 對不對 宋妮 我們是在最失憶的時候認識的 我在婚姻中的苦水 也只有像你一個人親徒 你在離婚後的困境 也只有我一個人了解 宋妮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會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 對不對 康隆眉 我竟然被你可憐兮兮的外面給屁 原來你早就知道雅瑩跟沈總的關係 沈總媽媽的夢想 我生想要個孩子 你想瘋的 是個痛苦跟驚慌 痛苦是騙騙的 騙騙的 你的目的只是想要搶走人了 我竟然會相信你的鬼話 你好刻 從這一刻起 你不再是我的朋友 你不再是我的朋友 為什麼楊楊不是我的孩子 要是楊楊是我的兒子 那該有多好 這樣 我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既然知道孩子是我親生骨肉 看著他叫別人爸爸 我辦不到 我辦不到 今天是楊楊生日 我沒有記錯吧 我要給楊楊一個 不一樣的生日 楊楊 你沒有了工作 你生活怎麼辦 楊楊怎麼辦 我不能好好的照顧你的母子 保護你的母子 我真的沒有用 我也不贊成報警 那是你 你跟她沒有任何關係 你不是她父親 我一樣關心她好 我一樣愛 愛護她 有件事我要先說清楚 如果你答應姓沈的 我肯定翻臉 她想任楊楊做幹兒子 楊楊是說她的 楊楊是她一部分 楊楊是她身體的一部分 老天 我信誓旦旦要報復的男人 竟然是經常出現在我身邊 我勢如恩同在照的貴人 她溫心有困 所以有備而來 我完全對她們在顧慮 就像個傻子一樣 她以為這樣 就可以讓我打笑恨你 繼續給她玩弄你股掌之間 還要謝謝她的慷慨仁慈 不如我不會就這樣算了 我要她還回一個公道 楊楊 我一定要她還回一個公道 楊楊楊 楊楊楊 你欺負我在心 欺負我在後 這筆帳 我要離本帶來的跟你要回來 我要吃了 你不知藥腳怎麼會好呢 來 聽說的話 來 不要吃了 楊楊 不要吃 我不要吃 不要吃 不要吃 你不知腳會痛的 楊楊楊 楊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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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睡着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也真实的 不舒服就不要来嘛 这里有我一样啊 妈 我想尝尿 我刚才问你 你说不尿 现在马过来 你就说要尿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才想尿嘛 好 妈妈 抱你 好 你不要动了 我帮她去尿 来 属于帮你去尿 小心啊 不要动了 不要动了 好了 好了 到了 我 不能够 我 我 sieht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媽啊 你看 你有這麼好的媽媽 這是你的福氣 是嗎 說不定有一天 你對我的印象會有所改觀也不一定啊 這怎麼可能 你是這麼好的女人 這麼好的媽媽 总之在我心目中 你是最完美的了 杨阳 你不止需要一个好爸爸 还需要一个好爸爸的照顾 来 拿着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儿子 我就是你的干爸爸 沈总 照顾太好吧 这没什么不好 就这么说定了吗 以后啊 我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 照顾你们母子啊 都是我的 优优独播剧 啊 310房许家长小姐姐长得好可爱 这人看的都喜欢 当然了有成富贝尔其子嘛 用看花爸爸长得帅呢 哪一个是要爸爸啊 我怎么都知道 就是一早啊 带着一副眼睛长高高帅帅的嘛 哦 今天我去医院看杨阳 可是到了病房门口 我没有进去 人都到了 为什么不进去 我听护士说 杨阳的爸爸在病房里 是个戴眼镜的 可想而知 这个爸爸是谁 我放心不下眼 所以我去看看他 很好 关系已经透明化了 宋灵好像也很能接受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 我告诉你 宋灵可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把他扯进去啊 还有 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跟我站在同一条阵线 什么事你说吧 宋灵已经答应我 做杨阳干爸爸 你也就是干妈妈 不要说 你不过 我看见得很高 你不是 那 我 Sai 我 姐姐 你会 我 我 你不记得 你不记得 我 我会把他扯厉 我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 难道你还不会拥抱吗 这样子 我有充分的理由去照顾杨阳 又不会违背我对你的承诺 这有什么不好 你放心好了 等杨阳出院 一切归于平静 我会尽量克制自己 不会没事往宋家跑 如果要去 我会事先征求你的同意 那宋灵呢 你为什么还要钻这种牛角尖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我太太 宋灵是杨阳的妈妈 这种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话可是你说的 我会睁到眼睛看你怎么做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 请你妈出来喝茶啊 难得有空啊 你老待在家里闷出病来的 还真是难得 不是难得你有空 是难得你有这份心 陪陪你这个老妈 妈 好好好 我们今天不吵嘴啊 难得你有空 有这份心 我们不要破坏这个好性质 妈 我生经历了 真的 哎呀 太好了 那时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啊 郑伟啊 这清明节上山的时候 别忘了告诉你爸爸一声啊 好 你爸爸要是现在还在的话 一定很高兴 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又有出息 妈 难得开心 不要想那些吧 对对对 不谈这些 不谈这些 这升官是件喜事嘛 你告诉妈 你想要什么 妈送你个礼 换个车好不好 郑伟啊 你现在当经理了 要有派头啊 妈给你换辆新车 车才换了没多久 又换车 那你告诉妈 你想要什么 那你告诉妈 我呀 我要我的老婆 我要我的儿子 我 我想跟宋林复合 我抱容你的女人缘 是被放一遍